台灣人信仰 虔誠程度從數據可以看得出端倪 全台灣登記有岸的宗教建築 一共有超過1.5萬座 其中道教寺廟又以9,645座是最多的 而大家應該不知道 平均每1萬人就可以分配到6.5座的寺廟 而全台灣寺廟的數量 已經超過了便利超商 其中結合如是道民間信仰的比例 又是最高的 已經佔了全台灣人口45% 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的人 他們都是多神信仰 其中包括了土地公、媽祖娘娘 還有關聖帝君 都是大家喜歡參拜的對象 而這一集我們要先從宮廟密度最高的 高頻地區開始走訪 要教大家如何在新的一年 有求必應天降財 那當然在這個寺廟周邊 美食應而生 那要拜拜之前就要先餵飽肚子 我先帶大家去吃 30年的老字號海鮮餐廳 而且是這個明星翁倩玉 他回來高雄一定要吃的美食料理喔 奶油跟螃蟹下鍋炒 加入蟹膜的黑胡椒 用手腕力量翻鍋 讓每顆胡椒緊緊握住螃蟹 再用成年醬油提味燜煮6分鐘 這道黑胡椒螃蟹一上桌 就立刻擄獲海鮮控的心 胡椒香氣撲鼻蟹肉鮮美彈牙 這道料理是師傅特別到新加坡取經 經過改良有了自家味道 連明星翁倩玉都愛不適口 黑胡椒裡我們一定要顯咬 顯咬它的香氣比較不會燥 這個炒它的香氣才會好吃 前衛造型說起話來親切感十足 她是這家老字號海鮮餐廳老闆娘洪美花 她的頭髮造型可是留了30年 獨特的眼妝也是近幾年自己發想的 突然有一個想法說 我眼珠可能給她畫兩點以為很特別 所以又把它固定一下 眼珠有兩個點 兩個圈圈 那意外的也讓很多客人都很喜歡 客人對洪美花有了印象 對她料理更是贊不絕口 由於小時候是陶海人 紅美花對海鮮十分熟悉 店內的食材全是她每天採買回來 新鮮程度不在話下 美味料理獨一無二 大甲芋頭炸過定型 在油鍋中釋放香氣 接著再用豬肉蝦米爆香 倒入炸好的芋頭 花枝鵝仔魚丸微煮 還要加入關鍵法寶紅蔥頭 成就這道美味海鮮芋頭米粉鍋 芋頭綿密細緻 由海鮮加持更香甜 米粉吸附湯汁 吃進嘴裡 大海鮮味環繞在口中 久久不能散去 台灣料理就是中的香香 你香香的元素一定要到位 就像我們營的紅蔥頭 一定要咖啡 受到歡迎的還有這道蒜蓉小龍蝦 沒有任何多餘調味 只有特製的蒜蓉醬 雖然大量蒜頭卻不會嗆辣 也不搶走海鮮風采 反倒增加小龍蝦清甜香氣 我們的蒜蓉蒸的作法讓日本人很喜歡 因為我們的蒜頭在炒 就是它不加酒也不加醬油 這些菜色都是紅美花跟廚師一起研發 它不只擁有好廚藝 年輕時當過福利社採購 披他打下採購基礎與功夫 25歲開了這家海鮮餐廳 採購魚貨以及料理全都自己來 開了餐廳以後 發覺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光會採購啊 光會料理是不夠的 因為這裡面還有牽涉到管理的問題 所以前一陣子就吃盡了苦頭 因為不會管理 後來就很幸運的 請到了專業的經理人 好在有了管理人台 紅美花專心採買新鮮魚貨 控制成本還能顧及品質 希望讓每個來這裡品嘗海鮮的韜客 心滿意足大呼過癮